美国总统拜登7月14日发表讲话 谴责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刺杀企图 并表示他已下令对发生枪击的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进行独立审查 以评估到底发生了什么 拜登重申这种暴力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 再次强调团结的重要性 并敦促人们不要异端枪手的动机或从属关系 拜登表示他于当地时间7月13日晚 与特朗普进行了简短但友好的通话 他对特朗普状态不错感到欣慰 拜登说他已经指示美国特勤局 审查即将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行的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安保措施 当地检察官表示 枪手当时从集会会场旁边的一栋楼上 距离特朗普约180米至275米 用AR式步枪发射了多达八发子弹 美国特勤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宾西法尼亚州巴特勒举行的特朗普集会事件中 两人死亡包括枪手以及一名现场观众 另有两人受重伤 特勤局人员已经击毙枪手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7月14日 继续在纽约特朗普大厦外 此前他在接受正式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几天前 经历了一次暗杀 支持者开车经过塔楼 挥舞着印有特朗普图像的巨型旗帜 鸣着喇叭欢呼雀跃 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在距离11月5日大选不到4个月的时候 届时特朗普将面临与民主党总统拜登的大选重赛 大多数民意调查显示 两人陷入了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 据5名现场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证实 经调查初步认定策划射杀特朗普的嫌疑人 为一名20岁左右 来自宾西法尼亚州的男性 此前两名美国执法人员称 从一名死亡白人男性身上搜出一支AR15型半自动步枪 并认为该男子就是特朗普集会枪击事件的枪手 并且已经被击毙 美国联邦部门使用国家枪支采购数据库 对该武器进行追踪 以确定枪手身份 美国联邦调查局确认 这位20岁的宾夕法尼亚州 伯特利公元氏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 是参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企图暗杀事件的嫌疑人 随后公布了一张2020年高中年舰照片 嫌疑人7月13日 在宾西法尼亚州 巴特勒向特朗普演讲的讲台开枪 几秒钟后 就被特勤局开枪打死 联邦调查局表示 正在努力确定袭击动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当然 我先把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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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